那卫星的照片可以看到 以色列最重要的空军基地屋顶 是破了个大洞 所以这破了一个大洞了 那同一天 很多以色列媒体报道有证实 说有被袭击 有部分建筑物 战机维修车间受损 所以这个媒体也有这样的讯息出来 那你还说这个叫做攻击 叫无效吗 因为现在都是认知作战挂帅 我们这样讲 像刚刚介大使讲说 我们跟约旦关系很好 还记得吗 曾经长次轮不是卡在苏伊士运河吗 那我们为什么 我们的侨民不能坐长庸的船回来 他不一定要回来 到附近更安全的地方 为什么不行 那我们这样子讲 小舰长你看这个图 屋顶破大洞 对啊 这是假的 而且你看他建筑物的 那个外观啊 他那个实际上的状况 那当然啊 那个 是不是很像机库啊 那个如果是机库 里面有没有飞机啊 你以色列当然可以说没有 那你就照一张照片给大家看看嘛 里面长什么样子嘛 对不对 有图有真相啊 你就嘴巴说 那至于说 这一次的攻击是不是有效 非常有效 而且就如我们之前一直在节目里头讲 绝对不提前告诉你 然后呢 绝对不在你异想的范围 的时间范围内 进行攻击 而且上一次 也就是我们讲到4月14号的攻击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啊 他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一个经验了 那你既然已经有经验了 你就不会产生 就是不会用错误的方法 例如说我们看到 上一次啊 数量饱和 他用了非常多的 这一个无论是无人机啊 无论是巡异飞弹啊 还有弹道飞弹 然后对这个 以色列进行攻击 可是这一次我们讲到说 没有看到铁穹啊 大家好像没有看到铁穹啊 我们那时候 在节目里头都特别讲 以色列不要太骄傲 站在阳台上面看飞弹 因为他没有飞弹 他不会提醒你啊 对 他不会提醒你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看到的 你有看到铁穹飞来飞去吗 没有啊 没有铁穹飞来飞去啊 有铁穹飞来飞去 是长成这个样子啊 给大家做比较 什么样子呢 也就是我们看到2021年 在加萨走廊的时候 这个就是加萨走廊 打出来的各型的火箭 或者是这个迫极炮 榴弹炮 他降飞 铁穹降飞 铁穹就是准备 针对各个目标进行拦截 这次我们比对刚刚的图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上一次 铁穹已经一个 那个一个程度的消耗完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分析 证明了我那时候的分析 什么分析 第一个 你数量被饱和 也就是你 他用这么大的数量来进行攻击 你铁穹不可能 在短短的时间 也就是我们看到 四月十四号 距离现在半年的时间之内 你突然又造出三百多枚 不可能 另外还有我们讲到说 上一次 他是从各个不同方向的 那个进行攻击 也就是说方向被饱和 大家不要认为说 方向不会被饱和 因为你一个雷达不是 你的搜索雷达 当然是三百六十度转 可是你的射控雷达 接战数量是有限制的 不是说我一次 可以拦截十几个目标 那不是的 另外还有战斗系统被饱和 为什么大家讲说 这一次使用了非常多的 超 那个高超音速的飞弹 就是因为上一次 在战系饱和 证实你无法拦截 上一次以色列不是也讲吗 那因为我的图板没办法 显示十月一号的时候 的确有很多火箭的中间 来一个非常快速度的打击 那个就是高超音速的飞弹 所以我们这样讲 也就是说 没有 这基本上来讲 乱全打死老师傅 都是这样 那现在这个伊朗 他已经累积了相当的 这个多的经验 来应对以色列 然后而且你以色列也被消耗的差不多了 那以色列只是嘴巴不承认而已 那而且我们这样看 以色列其实他有非常绵密的防空系统 那为什么这一次不成功呢 也就是我们看到说 他其实我们一般台湾 我们这个近在掌握 什么都掌握 但是什么都不讲 都不会提前讲的 国防部 他就告诉你 我们一层就够了 我们就是爱国者一层 天公一层 看看人家以色列 为什么敢嘴硬 人家有四层 结果这一次都被打成这样 哪四层 第一层铁琼 第二层大卫投石 第三层建士二型 第四层还有建士三型 而且还没有算尽 美国在当地部署的爱国者跟萨德系统 你看看有多少防空系统 那为什么一样被打 就是这个道理 只是国防部不成 我们台湾的国防部不承认 以色列的国防部 同样也不承认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你被打了就承认 你就把你的那个 F-35赶快秀出来 人家讲说你被打两个中队 你就两个中队起飞 编队 然后低空飞行 告诉大家 我的中队好好的 你敢吗 纽约时报当然现在的报导是说 伊朗一号晚上是向以色列发射 至少200枚的弹道飞弹 以色列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说法 以色列甚至还提到 铁穹防空系统拦截部分来袭的飞弹 意思就是说有的没拦到 那美国当然是帮助了以色列 所以也协助拦截了部分的飞弹 但我要请教张将军的 不仅仅是你怎么看现在目前这个中东的局势 还有一点 今天好多台湾的民众也在关注着 而且连在网路上面 大家会很好奇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还有人发问了 台湾如果是被中国设300枚飞弹会怎样 马上就会想到 如果这种事情是发生在两岸的时候 那台湾会怎样 有能力拦截吗 招架得住吗 将军 伊朗对以色列发射这200多枚的弹道飞弹 它要经过美国跟以色列的三道拦截防线 第一道的话包含在 我们叫做在波斯湾 在波斯湾这个地方也包括 这个阿拉伯半岛东边的话是波斯湾 这个西边的话是红海 都有美国的军舰 那美国军舰上面有飙山反弹的飞弹 跟飙六 标准六型的反弹飞弹 都可以打到200到300公里 拦截 它放在那边它就可以做拦截 第一道海上拦截 因为美国的这个飞弹巡洋舰 跟飞弹驱逐舰都过去了 那这样的话 不管在鸿海或者在东端的波斯湾 都会进行拦截 第二道就进入了伊拉克 因为伊朗完毕就是伊拉克 伊拉克有美国驻军 那美国驻军美国在那边有爱国者山 那爱国山也是反弹 当然反弹当然可以反击 那刚好第二道交给在伊拉克上面 它总共飞上去 它可以做拦截 尤其在低轨 或者在内太空的都可以做拦截 因为飙六的话 对内太空的都可以做拦截 所以没有 第二道防线美国也会做拦截 以色列来做拦截 第三道就是通过了伊拉克 完毕的就是约旦 约旦美国也有驻军 那一样美国驻军的爱国者 还有这个萨德系统也可以进行拦截 所以真的能够进入以色列的 这个空中能够 确实能够攻击 那交给以色列吧 经过三波拦截 那交给以色列第四波 以色列里面的话 大卫系统 铁琼系统 以色列的艾山系统 都有啊 那这样的话 已经生下寥寥无几了 就交给以色列了 所以以色列来讲 一般来说以色列损失就不大 经过三波拦截到第四波交给以色列 对不对 大卫投石锁 加上铁琼 再加上艾山 这个这样子的话 整个一拦截 欢迎来说 最重要他们两个没有边境 边境的话会造成 没有战略缓冲的空间 会触不及防 但是远你飞的话都要有时间 两个距离的话1200公里 对不对 两个最近的距离1200公里 那经过飞弹的预警就已经产生了 对不对 所有这个长城雷达都发现了 发现反而可以做应变 而且在阿拉伯 在波斯湾那个地方 就已经可以做预警了 飞弹已经起来了 要过去了 还有太空的侦察 也包括预警雷达的侦察 马上通报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的资金 经过这1200到1500公里 不等的这个边界的距离 它可以应变的时间 跟从容部署来反弹 应该是很方便的 那现在我们来讲台湾 台湾那就相对的 台湾海峡最近就是140公里 70海里 那它如果在 因为不要布阵在福建 它放在江西 那也只不过是400公里 那对战斗飞弹来看 预警时间太短 太短的话 会那个 那个换掉疫情的时间 相对的是有限 而且 中国大陆的这个弹道飞弹 还有包括巡运飞弹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大当应用 而且又廉价的火箭炮 就是火箭炮 卫视 卫视2以上 卫视2型 卫视3跟卫视4型 或者PHL洞3 或者PHL191来看 火箭炮比较 比较廉价 比较廉价有效 但是它的威力 是面的打击 因为导弹 它是带着弹头 打了一个重磅的摧毁 但是火箭炮 就是面对摧毁 所以它会交相应用 不见的是导弹 它也包括火箭炮 包括巡运飞弹 那巡运飞弹 也有陆射 就是暗季射的 这种巡运飞弹 那这样的话 对台湾来讲 威胁太多 威胁人太多了 你怎么去反弹 因为我们爱国者3 跟我们的天宫2 天宫3型的反弹系统 数量有限 所以我们是拦不住的 如果像万箭齐发 那种概念 来对台湾发射的话 我们是根本招架不住 对台湾饱和攻击的话 台湾一下就光了 第一波就用光了 用光之后 后面怎么办 就变成用光 就跟现在 黎巴嫩对以色列 整个以色列 第一时间都癱瘓者 黎巴嫩对以色列的 反击非常有限 因为他已经被破坏殆尽 那他怎么去反击 所以以色列 如果地面部落要进攻 到离南 就黎巴嫩南面 要建立缓冲区 那这样的话 那黎巴嫩也没办法 珍珠澳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的 将军他们 以色列现在就在做这件事 对 因为他筹码 因为黎巴嫩的筹码 相对的是有限 就那么大 火力就那么强 就以色列的话 打完这个就打这个了 你看他教训 完这个哈马斯组织完毕 就对了离南就去了 也同时对了叙利亚 那现在的话 当然以色列刚开始的时候 他有这个分化 你注意看 他以为这个伊朗 对这个离南地区的地方 不会支持 他讲说 他可以跟伊朗和平共存 因为毕竟伊朗是个大国家 八千多万人口 那个领地那么大 一百五十多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大 然后就讲说 因为其实伊朗是波斯人 但是黎巴嫩跟叙利亚 他们是阿拉伯人 他们通常都 当然他们都是穆斯林 没有错 但是他们的宗教是一样 但是他们人种不一样 以色列就开始有点 想要去分化他们 结果以色列这方面的政治企图 跟战略企图没有达成 所以伊朗还是发射攻击 你看 这个以色列还讲两天 他就不管 他想要去做分化 他直接发射导弹 那但是我认为是有限的 那他们是 伊朗是有限的 最起码对当初的 这个我们叫巴勒斯坦的 哈马斯组织被暗杀 7月的事情 包括这一次 黎巴嫩的这个指挥官 也被这个轰炸 这个身亡做报复 但是我想他们的报复之间 有节制有限度 是有限的 因为是空间的距离 就地缘的距离 让他们变成有限的报复而已 杨老师很快请教你 那你也看到今天 这样的一个攻击行动了 你觉得接下来 以色列的下一步 或伊朗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今天 美国全力挺以色列 我们看这一波攻击 虽然有炸到一些目标 但是基本上 拦却率非常的高 看你不同的说法 双方都讲的不一样 但至少今天美国出手帮助 像刚刚将军讲 拦掉很多很多 所以今天美国进入这个东西 那就表示说 美国也希望说 我进入了 帮你来挡这些东西以后 我可不可以也要求 你在离南稍微节制一些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美国可以要求 如果今天没有美国 帮他去拦截这些飞弹 我觉得以色列 真的会被炸到很多 那不是像现在 怎么只有几个伤 受伤而已 应该是会有 很大的伤亡 美国如果叫以色列 要在离南的部分节制 那以色列显然没有在听 因为以色列 现在就是在针对离南 但是这一次美国 帮他拦了伊朗的 我觉得以色列 至少应该要 就晓得说 我没有办法 完全能够拦到这 我会有一些伤害 那我觉得 这个是可以要求的 可是话又讲回来 今天伊朗做这个动作 好像感觉上 也没有办法 真的对以色列 造成什么威胁 但是我觉得 至少他在 对他的这些 我们讲说 代理人也好 或者他所支持的 这些激进组织来讲 他有一个交代 他的领导地位 应该还是可以维持 如果你老大 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这些 以后都不会听了 现在其实以色列 已经在呼吁 黎巴嫩南部的民众 赶快撤离了 意思就是 我要再对你 黎巴嫩南部来下手了 根本不甩美国 这就是现在的 所以美国是很惨 美国现在简直 就是被以色列 给困着了 可是那没办法 他好像别无选择一样 好 但是我要请教一下波基 那你看 台湾的人 现在在紧张吗 今天有PTD的网友 就在问了 他说 如果今天中国对台湾 设了300枚飞弹 会怎么样 很多答案 然后很多人留言 有人就讲说 美国巴不得好吗 还有说 用900颗飞弹 就21% 可以完美拦截啦 还有人说 黑熊学院出动 然后有人讲 赖清德马上飞去 美国一清啊 这下面当然 也有一些挺绿的网友 就会说什么呢 某版是集体高潮 某童星会开始暴动 会有人出来 要求大家投降吧 某党开始喊投降 好吧 那就不要投降 黑熊学院出动 总可以吧 杨敏 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说 这种假设前提的题目 在过去 通常是比较是反战派 告诉你说 如果有一天打起来的话 我们会损失惨重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打仗 希望和平 可是呢 现在你记不记得 我们最近有一部 这个明年要上映的 这个剧集 影集 叫做临日攻击 现在是执政者的这一块 黑熊学院 黑熊部队 曹新城 他们希望告诉你 要开打了 每天告诉你 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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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他们对战争的想象 真的是有 跟实际的状况是一样的吗 他们会不会自己比喻成 我就是以色列 你看 之前三百发 之前一百八十发 全部挡住了 我们在美国 这个大哥哥 这个老大哥 老爸爸 这个在帮我们 这个当靠山 我们都可以 这个平安度过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我才说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 以前在提问这样的问题 说到如果今天发生战争 会怎么样 通常最后的结论是 不要发生战争 现在是执政者 我们的有权有势的人 他希望这个变成讨论 因为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会有战争 对 好像就是要告诉你说 现在其实很危险 所以你要赶快做好准备 然后再去 比如说也没有人问他 要不要签和平协议 他说绝对不会签和平协议 就是先把自己的后路 先全部断了 到时候就是不惜一战 可是又没有告诉 大家要怎么战 什么四十万 这个民房系统 要什么这个暂时要去支援 然后宫廟要囤弹药 这个教会要变避难所 我就问我们现在在台湾 长久生活的朋友们 你希望看到有一天 你变成这样的生活吗 我们现在的复苏安热的生活 几十年来好不容易 我们走过了那个苦难的日子 现在为什么不能好好的追求 和平的相处 和平不代表一定要什么 被同意或怎么样 这是两回事 这是你政治人物 这个所谓的党政高层 政府高层 要去运用你的手腕 在国际的政治当中 取得台湾或中华民国的最大利益 可是没有 没有 他要的是他个人或政党的最大利益 那当今天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只能说这个提问 叫说台湾如果被中国发射 300枚飞弹会怎样的这个问题 我必须说 这个假设会导致未来 赖金德会说 你看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也怎么样 可是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兵推吗 我们只要问这个 我们务实一点 有没有这个兵推 而兵推的结果是什么 兵推准不准 那这个当然是张将军的强项 对啊 张军 我认为这个要从很多方面 好几个方面来做探讨 那我们现在看 就是以色列一共13个部长 13个部长加上总统14位 但因为以色列是内阁 所以他总理 那他也纳丹亚 这15个里面 14个部长包含总统跟总理的小孩 都在郡中 只有一个没有 一个因为他还没有满18岁 所以那一个没有 他没有满18岁 他都在郡中 我们现在的这些高官政客 哪个孩子在国内 有吗 有吗 谁没有任何一个人加入志愿议 没有 还有的在美国 那跟以色列 你要像以色列是不是 以色列你要这样做啊 通通回来 要学以色列的话 那请他们先示范一下 对 通通加入军队 真正是来保卫 真正是这样做 我认为这个才是 结果他们通通在国外 是是 孩子在国外 孙子在国外 然后人在国外 然后说要保台 你保台 你孩子回来啊 你学以色列嘛 我认为我们台湾要学 学以色列的精神 他们呢就是学 没有完完全全学 学以色列的精神 然后以色列的国防预算 曾经高达8% GDP的8% 我们才2.4% 川普10% 就是2兆6千多亿台币 那时候我们整个国家预算 都放在国防 换句话以后总统 就是走路上班 然后西装 因为西装 没有钱给总统做西装 然后另外总统 就是喝白开水 你不能吃饭 因为没有钱 所有的这个年轻人的就业 还有劳工的退赴的补助 还有长照 还有教育 通通不能用了 因为你2兆6千多亿台币 通通都国防预算了 那怎么办 那政府通通 通通打烊了 是这样 所以我们台湾 有没有这方面的决心 我们台湾在这方面不够 今天最后呢 还是要由请教官 再次的跟大家推荐 这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自己也很喜欢 它就是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系数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呢 这抗紫外线非常的有用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中天快点购平台 来选购哦 并且还可以打 CTI798 CTI798 我的推荐代码 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您 合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